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加密货币 如果你没有留意,不如看一看我今天这条片 跟大家讲一讲一些技术分析 这些是很初歌的技术分析,很多高手就不要插 因为这个技术分析是帮到我自己的 希望帮助一些新加入虚拟货币或加密货币的朋友 这两招对我来说已经足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时候大家都很想说 我现在这个价格很贵,到底入还是不入好 就想找大师帮忙帮忙 大师当然有他的意见,告诉你 你又相信 如果之后不似预期的话 你又可能觉得搞错给大师点 那是不是大师错呢? 我有时候觉得大家不要这么想 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你将责任交给一些所谓的大师 或者一些专家 其实你自己是没有负责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出事的时候你可以自己觉得 我没有责任 因为那个人露点我 造成你的损失等等 我觉得这样对人生是没有什么帮助 因为你不会从中学到任何东西 你只会更加多怨恨 更加多负面情绪 更加多埋怨等等 这个不是一个进步的人生 我自己因为都经历过很多次 这些心态我自己以前都有 但是经历过这么多 我知道自己是应该负回你的人生的责任 所有的决定 其实人生都是这样的 大大小小的决定 都是要做决定的 只不过决定之后 得出来的结果是好还是不好 是所谓的理想还是不理想的 但是就算不理想 我从中一定会得到一点 因为这个决定是由我自己分析之后得到的 好像差到很远 今天就想说一下加密货币 到现在这一刻 有些朋友就私讯问我 他说比特币真的很贵 真的买不下手 究竟怎样好呢? 其实有时贵和便宜 真的一个错觉 我觉得是 你现在加密货币 比如比特币那才算 今天就破过6万元 8648 即差不多是48万港币 很贵 但是所谓的很贵 在将来都会不会觉得很贵 我不敢说 但是我自己觉得 这一刻未算是很贵的 如果你因为 觉得他6万美元很贵 而没有入场 你就觉得 不如推而求其次 就买第二只大佬 就是ETH 你推而求其次 就买第二只大佬 就是ETH 今天都破了2000元 那快就破了这个历史新高 那好像相对便宜一点 2000美金 但是他就 216,000元 就是16,000元港币左右 那和这个48万港币的比特币 便便宜很多 那应该买ETH呢? 其实这是一个错觉 贵和便宜只是相对 我们买一样 就是买股票也好 资产也好 也好 其实不是看他的价值 就是这个价值是多少 是看他未来的潜力是怎样 他会有多少升幅 有多少下降的risk等等 以及他的技术分析 你觉得他是值不值得呢? 如果你根本都不买加密货币 那你何必冲进来 人买你买呢? 那是没意思的 你一定要明白 加密货币的好处 为什么那些人是要走去加密货币 有什么原因 那你要自己做一些功课 就不是人家说 加密货币已经去到六万元了 快点买了 不是这样 贵和便宜没关系 其实很简单说 如果比特币升1% 那就是有5000元 那就 其实已经等于ETH的升了一倍半 就是升了150% 所以其实没关系 是你这只贵一点 就不要买了 买回便宜一点 而是看看他未来 你觉得他潜在升幅有多少 那接下来 就变了 我们现在想用一些方法去分析 究竟他未来走势是怎样呢? 那今天我就用回 我最喜欢用的Trading View 那如果大家没有的话 我建议大家 都值得去 去订阅币 和订阅币 我自己就用ProPlan 因为ProPlan 可以令我更多的图表 可以做多些分析 好了 我们先理解了第一个概念 就是阻力位 好了 看阻力位很简单 不用很复杂的理论 你只要看一看大概 这里是升到这里 下不了 下不了 你见到差不多都升到附近的位 碰一碰 又下不了 大概可以画一条线 这个Trading View的好处就是 可以很棒 提一提大家 记得按磁石 因为磁石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Week 是Strong 你喜欢可以按Strong 很有吸力 有什么作用呢? 有了磁石之后 你发现画线很方便 我们现在就画一条Horizontal Line 我就想画在这条线上 我也可以设计它的setting 方便一点看 我觉得是 绿色容易看一点 就选绿色 或者你看Pattern Dash Line 都好看一点 这些formatting很棒 也可以加一些亚蜜 到达这个阻力位 就可以有一个亚蜜 Crossing Up 我就可以提示我 就会收到E-mail 所以这个平台很棒 好了 说回阻力位 我们先用线 你发觉 如果你在这一刻 即是这里 都不知道它上定了 那怎么办? 其实这个决定就是 看看它行不行 它很多次 有些人所谓是双顶三顶 总之是冲不冲得破阻力位 这个第一个阻力位 可以不可以呢? 如果它冲得破 那你就看看它才有机会上 否则它又是回落 即10,350 就应该是一个阻力位 看看可以不可以 插到这么低 很夸张 即是连下面这个阻力位都过了 我们可以画另一条线 有磁石的好处 就是可以很容易就画了一条线 好了 下面这个阻力 另一个阻力位 咦?但它有了升穿 你看到它升穿 插了这么多之后 升穿 升穿回来 如果你是进取一点 可以一升穿这个阻力位 就在这里试 试试 一会我会再讲 第二个指标 让你知道是值不值得入 这个升穿了 在这个位置入 这里可能大概是 你当它是6742 那才算 6742 那就等一等 看看它能不能 直到它碰到 那就走 碰不到 你回回来 最多都是打个和 但其实你可以做一些止赚位 例如你觉得是 升到10% 20% 30%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 一直推高你的止赚 这个应该不用教大家 应该明白 这里曾经碰过阻力位 不行 过不了 那依然在这里 那大家猜 跟着趋势是怎样呢 一路都是在这区 你发觉呢 开始形成另一个阻力位 另一个阻力位 那我们也可以再画一条线 那你今次这条线 你可以记住它 也可以自己设定 一个警告 就是在这里 如果它穿了这里 那我从这里到这里 都赚了8669 和刚才这个是多少 6742 看看多少钱 8669 取674 即都赚了28% 接近三成 那如果 一旦穿了 那我们就可以定的策略 走了 那就算了 那这里看 咦 不穿了 上面的位置 所以这条 左的位置 都是一个挺强的 刚才因为这么多密集区 都见到 这里这么多密集区 都过到了 那这一个 就是有机会是上 那你见到呢 这条线 是不断地在试 的 上了来又下回去 那所以在这些地方呢 你可以是 做一些 比如你觉得 上了去可以值得买的 那你指涉位 所以你的 利润 是相对龐大的 就是赚的利润 是相对于 你指涉的位置 是龐大的 那就是因为 你有个位置看着 是走的 那如果你是 通常我 就不会直接用你位 来做指涉位 只赚的 我通常用回 加5% 或者加5% 就是大概我可能 如果真的 跌穿 那你位的下面的% 那就没办法了 那他 我都是受不了 走了 是这样做的 就是短炒 就可以这样玩 你发现很多时候 是试这些位置的 因为大家都看这条线 就是你看这条线 其实其他人都会 看这条线 可能有很多人 在这些区域 就在那里走 但是有些人 可能等多一会 有些人都坚持下去 那他就上回来 所以你见到 他一直上回来 所以第一个方法 就是用阻力位 就是阻力位 可以变成支持位 刚才他本来一直 是阻力位 穿了他 就变成支持位 就是以后 在这个位置 一直是支持 之后都看不回 看不回这条线 一万零多了 那就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就是 第二个方法 就是 在indicator 就是叫做 EMA 你可以打 moving average 就是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你见到 一个加了 第二个也加了 按多一次 我通常用三条线 来看 一会我会解释 第二个方法 做setting 逢身始终就是setting 第一个是 九天的平均线 就是 我通常用 黄色的 这个是随你喜欢的 方便你看的 可以选深一点的黄色 黄色的 不要说我认识 我都不知道 你看到黄色线 接着第二条 就是 二十天线 Style 我就喜欢用 蓝色 因为 contrast大一点 黄色蓝色 第三条线 我就会用 五十天线 我通常就喜欢用 红色 我觉得这是一个 境界线 一会会解释 好 这些线 你要 自由 计划 好像加不到这么多 一定要铲走一点 因为它有限制 你 加多少 indicator 因为越多indicator 你就越方便 大家做分析 好了 我们就 看看 如何用这个线 很简单 五十天线 你当是一个 大的支持位 就是红色线 每逢穿 这个线 向上 即是有机会是 一直升幅 你看到 穿了红色线 向上升幅 你穿了 一些架位 穿了一条 红色线 五十天线 即是它有机会是跌幅 而且 五十天线 是一个 挺强的 支持 或者阻力位 你看到 一来 这条支持 这条是阻力线 二来 它是在五十天线 橫行的时候 它都是一个 阻力位 你看到 一穿了五十天线 所以五十天线 是一个这样的用途 另外 你也可以看 交叉 所谓的黄金交叉 死亡交叉 在交易货币 依然是可以 提供的 清晰一点 你可以在这里 看到 比如我们看 黄色是九天 蓝色是二十天 黄色和蓝 黄色穿过蓝色 黄色在蓝色上面 刚刚交叉了 而且两条线 都是向上 代表它是向上的升浪 可以在这些位置进去 比如在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当是closing 才进去 上面 可以看到是7356 7356 一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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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到阻力线 比如你去到阻力线 我都够了 我赚够了 10386 和刚才的 7344 大概是多少钱呢 10386 除 7344 大概赚了四成 你可以在阻力线 只赚 或者你再看看 会不会再升穿上去呢 直到它 何时向下呢 你看到红竹 有机会向下 如果一条红竹 出现 那你就可以走 否则我都要坚持下去 直到它有向下趋势 就是黄色 穿了蓝色 这条 黄色穿了蓝色 而且大家都是向下走势 这个就是向下的趋势 就是向下的趋势 可能你好像 在这里 但你都赚到2成左右 如果在这个位置 由这里到这里 所以这是一个 挺好的方法 给大家看的 就是用EMA 9天 20天 讲多一次 就是 9天穿20天 大家都向上 就是向上升幅 9天穿20天 就是9天在20天之下 大家的sloop 都是向下 就是向下的趋势 可以再加多一个 就是如果它 大家都向下 有交叉之余 而价位也都穿了 比如这里 穿了50天 那你就 确定这个是向下趋势 那你这个位置 直接立即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很轻易 就可以定到一个指站位 和指示位 是非常之有用的 这个方法 也是一点都不复杂 那这个一点都不复杂 好 大家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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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位置都可以买 那 反过来 反过来 这些也是 这些 可以看到 它是一次过向上 那这些位置是非常之正的 你一直 它也是 它也是 在九天 上方 一路支持 那就是你都可以 一路都不用理 一路都不用理 直至这里 可能你要考虑一下 很多阴烛 但是它九天 都未穿过20天 所以 亦都是依然 不用理 那我们先拉下 因为它一路上升 那直至到 什么时候呢 其实你是一路都未走 可以一路未走 那直至到 譬如这里 看到很多阴烛 连续四支阴烛 那你可以走 那或者我死都坚持不走 我见到交叉才走 那就是黄色 穿蓝色 就是九天穿20天 大加速都向下 那就是走 那当然 有时候走了 你是会生病 那哎呀 又回来 那不要紧了 因为你其实 你由下方 上到这里 你的升幅都已经不少了 那你投资这个 加密货币 一定是有些长线和短线的 那长线的 所以这两个方法 已经是非常之帮到大家了 那希望大家 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留言告诉我 那我最后 说一点我自己的 对加密货币 BTC 和ETH的看法 如果比特币的话 暂时趋势是 等破上一个 这个是历史高位 就是61700左右 破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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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中线 有机会再向上了 暂时趋势 都是帥的 那这个 就是我的看法 那下一浪 就应该是去到 这个 7万左右 那应该是 4月应该会 看到的 否则的话 就下回去 暂时趋势都未见到 它是有 向下的趋势 再加上很多新消息 大家应该有留意 很多大公司 大企业 都开始 加入市场 那这个就是BTC 那反而ETH 我更加值得留意 那这个就是ETH的图 更加是 帥仔 一堆羊竹 线也很漂亮 这条通道也是 非常之正 那看着 现在就应该 很快 我猜了 很快会破 这个 又是历史高位 204 240 那 破了这个位置 就向上 又是 希望它放置要 那 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知道 这个通道 就留言告诉我 如果没有兴趣 我就免得说 因为 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想知道 这个技术分析 可能有些人都根本 都没有兴趣 我就免得浪费时间 做片 那希望这条片 帮到大家 如果有兴趣 用Trading View 下面有连结 就应该有些优惠给大家 如果不喜欢 就用Pre-Pan 没有问题 那就这样 拜拜